这个话题我们讲一下人民海军成立72周年这个话题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曹伟东 4月23号是人民海军的生日 在72年前人民海军成立于江苏泰州白马庙 当时是华东海军成立了 那么正好是在4月23号这天 我们的解放军的胜利旗帜也擦上了南京 当时的国民党的总统府同一天 所以呢这个日子比较好记 这个情景也是非常的 就是大家可以非常印象的深刻 那70多年来人民海军从弱到强 从小到大风风雨雨走过来 那么我们现在看人民海军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先说这种战略上的变化 就是过去刚成立海军的时候 那主要是为了渡江 因为当时有些国民党投城起义 包括林尊他率领的国民党的舰队 就投城起义了 实际上这个给解放军的渡江帮了很大的忙 因为你想想我们靠沐船 而这个国民党海军他是有军舰的 那要在长江里面守着的话 如果他们不投城的话 那你这个军舰和沐船那个相打 那我们的损失可能会更大 他投城了 所以毛泽东主席说这是一个壮举 这是从当时的情况下 我们解放军还不是说要出海 只是为了就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那么后来人民海军成立以后 就是有一个打击海匪的这么一个行动 因为当时就是国民党溃败以后逃到了台湾 但是我们像福建 舟山 前沿还有很多的海匪 那么他们就收编这些海匪 让他们在我们的沿海沿岸进行这种捣乱骚扰 这样的话我们的渔民就不好打鱼 就不好搞建设 那么我们人民海军当时就是帮助清除这些海匪 然后维护海上渔民的安全 我们叫护鱼 保护打鱼 是这样一个任务 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就是有了一些小的舰艇 比如说导弹艇 鱼雷艇 那么其实我们的冲物一东海战 八六海战都给了当时国民党的海军 它装备的是美国的军舰 所以我们是一销打大 一快打慢 是这样取得了一些胜利 那么随着人民海军的装备逐步的变化 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 我们看到人民海军它现在从单一的只有舰艇 现在不但有了舰艇 还有潜艇 还有海军航空兵 还有海军陆战队 还有海军的暗航部队 成了五大兵种 那么这五大兵种里面我们一个系数 就是像潜艇 我们不但有常规潜艇 还有核潜艇 核潜艇里面有分为战略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的核潜艇 他们是执行不同任务的 因为可以做常规作战 也可以进行这种单艇的远航 还可以进行这种核反机 所以他们担负着不同的任务 作为水面舰艇 我们现在不但有护卫舰 驱逐舰 而且还有了航空母舰 这是最大的海上作战平台 我们就可以从近海走向远海 那么海军航空兵 我们不但有陆机的航空兵 现在还有了舰载机的航空兵 比如说从辽宁号上 山东舰上起飞的这些战机 飞沙 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就是一种海上的作战能力 这就可以通过争夺制海 就是海上的制空权 继而争夺制海权 那就是我们人民海军走向了远海 作为海军陆战队 我们不但是可以完成传统的这种登岛登陆的作战 而且我们现在还进行了更多的维度的这种训练 比如说到冬天的时候 海军陆战队是要到诸日河这样的寒区去进行训练的 那么到了夏季的时候 他们通常会在海南岛这样的一些冲林地带 或者是炎热的地带进行训练 在空中的时候 他们还要进行散降或者激降这样的训练 所以当亚丁班护航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的军舰上都有海军陆战队员来进行随长护卫 或者是执行这种跟着舰载机一块去驱离海盗的任务 他们可以说是水中的蛟龙 地上的猛虎 空中的雄鹰 那么作为暗防的部队 我们现在已经是以暗岛为主 就是以它的这种机动部防的这种导弹来覆盖整个 我们应该说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所以这些导弹的射程是比较远的 而且是可以沿着我们的海岸线机动部署的 所以当人民海军的五个兵种 它现在联合训练 联合这种整合它这种体系对抗能力的时候 就是我们国家的海上方向 有了一个非常好的钢铁长城 所以我们看到当人民海军成立70多年的时候 或者是说在72岁生日的时候 我们的人民海军已经是一个比较强大的 海上的钢铁长城了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